台湾嘲讽我们吃不起榨菜 央视用四字霸气打脸 网友真解气 其实这都是因为最近台湾省一档节目 其中有一位股市专家提到大陆人好像是连榨菜都吃不起了 一下子就让网友们都猛了 要不是他们这样一说 我们都不知道榨菜原来还能用来衡量贫富 这位专家说的也是非常好笑 他表示大陆人有钱的时候就会吃泡面加榨菜 现在连榨菜都吃不起 四个字霸气打脸了台湾的言论 居然正真有词地说我们连榨菜都吃不起 不知道榨菜在台湾朋友心目中的地位是有多高呢 台湾网友们总是能给我们很多的惊喜 不过这也只能代表这位专家自己的观点罢了 毕竟对于很多台湾当地的朋友来说 他们是来过大陆的 也有见识 不会轻易地说出这么可笑的话